首先看到白宫方面 拜登总统与英国首相约翰逊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9月15号共同宣布成立一个结合军事与外交 名为August的新三方安全倡议 并将支持澳洲核能潜艇来巡航印太地区 不过白宫方面表示 此倡议并非针对特定国家 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逸来介绍 要议 在9月15号的下午5点 拜登总统在白宫与约翰逊首相英国首相约翰逊 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 他们两位是透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 在这个记者会上 莫里森先发言 他说世界的未来就在印太地区 澳大利亚跟美国 英国团结在一起 来建造核子动力的潜艇 要希望能够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那么拜登总统在支持当中表示 拜登下令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来跟美国的能源部 还有美国国务院进行华部会的合作 那么接下来美国跟英国将会一同来协助澳大利亚 取得核子动力潜艇的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白宫的国安会呢 在星期三上午先行召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 来说明这一次这个澳英美的三方安全协议当中的详细的内容 那么一位不具名的资讯官员表示 这个结合了美国海洋伙伴国家的三方安全伙伴架构 是彰显了拜登政府建立坚强伙伴关系 以维护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 同时呢也是将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来转向于印太盟友合作的第一步 那么这个刚才所说到了新创意的第一个措施呢 就是在18月当中动员英国跟美国跟澳大利亚三国的技术战略 以及海军等团队来支持澳大利亚取得核子动力潜艇的能力 那么资讯官员表示呢 这个将让澳洲有能够派遣潜艇到印太地区进行长期热物的能力 不过他表示这并不代表澳大利亚将成为核武国家 该国已经表示不意发展核武 而且呢也是核不扩散的倡议国 那么我就在这个国安会的这个 提报上询问的官员说呢 考虑到拜登总统意图结合印太地区与这个欧洲的盟友 是否更加扩大这三方的安全架构加入包括新西兰法国等盟友呢 资深官员则表示 基本上今天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做法 甚至已经是为美国政策开了一个例外 他说上一次呢是在1958年 美国跟英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 两国同意分享核技术跟其他的科技 因为呢核能技术是非常敏感的 那么现在支持澳大利亚获得核能潜艇能力呢 实际上是要来传达出一个讯息 也就是美国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 要来保持强大的威慑立场的在保证决心 那么此外呢也被问到说 这个新的倡议是否要来针对中国 尤其是特别提到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 将会去巡航印太地区 那么这个白宫的政策官员则是表示呢 并非针对特定国家 而是关于维护在印太地区参与 跟威吓结构的更大的努力 要促进遵守国际准则 他说呢美国已经看到印太地区 有一系列的情况 而澳大利亚则是表达想要维护印太地区 和平稳定的努力当中 来扮演一个战略的角色 所以呢美国跟英国也提供协助 那么资产官员说呢 美国在亚洲有许多的传统盟友 包括日本 韩国 泰国 菲律宾 同时加上新的盟友 如印度 印度尼西亚 以及越南等等 另外加上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现在再加上这个新的 三方的安全倡议呢 将形成更宽广的战略 来应对21世纪最大的挑战 我们也知道呢 班农总曾经多次说过 中国就是美国的21世纪最大的挑战 另外呢也是 在印太地区的台湾呢 其实也是非常关注这样的讯息 那么呢美国之音使用了台湾的驻美代表处说 对台湾在印太地区也面临诸多的挑战 是否欢迎美国成立了这个新的安全倡议 以及是否医院跟这个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来配合 台湾的驻美代表处表示呢 美台之间的这个交流关系良好 那么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呢 也是台湾跟美国的共同利益 文化 感谢耀郁及时又详细的报道